奥斯曼帝国被众列强忽视眈眈,并以种种借口而被侵占。 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克坚信阿纳多禄大帝的解放时刻到了。 他于1919年5月16日从伊斯坦布尔前往萨姆松,于1919年5月19日到达萨姆松。 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希腊人、亚美尼亚都一开始瓜分我们的国土。 在自由或是死亡的抉择中,战争开始了。 穆斯塔法·凯莫尔自此开始了救国运动。 他向世界证明了土耳其人不会成为侵略者的奴隶。 他向世界证明了土耳其人永远拥有自由。 他向世界证明了土耳其人不会放弃独立。 他向世界证明了土耳其的土地永远不会被侵占。 人民中的男女、老少都加入到了这轰轰烈烈的斗争之中。 凯莫尔的一位士兵卡拉·法特玛没有退缩。 他说,我的将军战役就是我的轰离。 阿塔图克为了实现国家完整统一而探索的道路让人民团结了起来。 1919年的5月19日是土耳其人民获取独立道路的开端。 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克将保卫共和国的重任授予了被视为新生土耳其动力的年轻人。 也正因为这样,也将到达萨姆桑的今日作为礼物送给土耳其年轻人。 中国的5月4日与土耳其的5月19日有着相同的意义。 两个国家都为独立而奋斗,在这个日子里向独立迈下了重要的一步。 我们不会忘记阿塔图克将这个日子作为节日送给年轻人。 我们也立下了保卫国家的誓言。 5月19日,青年与体育节快乐。 5月19日,青年与体育节快乐。